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Chris 有來過維加的朋友 應該知道說我們家是三層樓 那有時候樓層 我以前住台北 台北都是住公寓或者是大樓 都是一層樓 比較沒有什麼 電燈開關的問題 那現在我們 主要的活動空間在一樓跟三樓 所以常常都要跑到一樓來做一些電燈的開關或者是三樓的電燈開關 於是我就開始玩起了智能設備 這個原由是因為這樣 想不到這一玩大概玩了一兩年 現在也算是蠻小有成就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我現在做到什麼程度 大家看看這是我們一樓跟三樓 有關於我們家的智能設備 那我已經配置了蠻多的 功能在裡面 所以呢 Chris也在我們的官網上面也開始寫起了 關於智能家庭 設備的一些文章 我發現還蠻多人看的 甚至也還有一些朋友他們在安裝上面 遇到了一些困難會傳訊息給我 來問我問題 所以Chris 今天就來先做一個 安裝的基本教學 帶大家怎麼安裝我現在所使用的這套系統 他叫做HashIO 好大家就可以先進到我們 維家的官網 www.justplus.com.tw 我會把網址 寫在下面 大家可以點 那進來之後呢 點到最上面有一個 我家的 智能 家庭 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我現在已經寫了 大概有20幾篇的文章 後續我應該會用做影片的啦 可能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再來就是點到這個 第三個安裝篇 點進去 他會跑出一個page 開始講到有關於Hash 就是Home Assistant系統安裝的這個步驟 第一個 不可避免的就是要先準備硬體 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我手邊的這是一台樹莓派 這是 3bplus 現在已經到了4bplus 但是3bplus就很好用了 然後一個 一個 一個SD卡 一個SD卡 這是讀卡機 SD卡插在這個讀卡機裡面 等一下要做 那個系統燒錄 再來就是如果 今天你要用 WiFi上網的話 就是樹莓派要用WiFi上網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在準備一個 隨身碟 一個USB的隨身碟 一個USB的隨身碟 然後還有剛剛樹莓派的電源線 這是他的電源線 他必須要2.5A主瓦的 這樣對系統會比較好 這是在系統準備上面 接下來就是 有關於在 軟體的下載 我們來到看到這邊我的網頁裡面有寫到 第一個我們要先下載 HIO的 系統 Image檔 好 大家可以點到這個官網下載的最新版 按下去 他就跑出 HIO 有關於 Strolling的這個 網頁 這邊有 他有好多種設備 就是看你的設備是哪一款 就是按那一款 點進去之後下載他的Image檔 像我剛剛所講的說 我在這一台是 3B Plus 所以就是 這邊大家看到會有兩個 一個是32bit 然後另外一個是64bit 官網建議用大家安裝32bit 那我也建議大家安裝32bit 原因是因為 HIO裡面有App Store 那裡面有很多的App 他事實上現在都還是只支援32bit 所以 大家安裝上面還是以32bit為主 不然你用64bit的話 到時候會有一些App是沒辦法使用 我覺得是蠻麻煩的 所以就點這個 點下去之後呢 他就會開始下載 我已經 我已經點過了 我已經下載完了 所以在這裡 大概是 多大我看一下 這邊大概是 下載之後呢 他大概是2點多G 2點多G 下載 好先把它下載 再回到我們網頁 再來 下載這個燒錄的這個 燒錄軟體 他是叫做 H 點進去 他會再跑出這個H的官網 好 我現在主要使用的系統是Mac 所以他跑出來這個H的這個系統 他是 Mac的版本 不過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我今天是Mac 15的版本的話 我 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台MacBook 那我裝的這個H的話 他是不能用的 似乎是這個H目前還沒有支援到Mac 15的系統 15叫什麼 忘記了 好 那我現在這台電腦 他是只有 12 所以還可以用 就是你現在就下載這個 然後把它安裝上去 那Windows會有Windows的版本 Windows你下載之後 你就把它安裝上去 就可以 等一下就是用這個來做燒錄 這都是官網推薦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 假設我們已經安裝完了 好回到官網 再來 剛剛有講說 會用到SD卡 那你買新的SD卡回來之後 必須要幫SD卡做Format 大家看到這個SD卡Format 點進去官網一樣是點官網 他會跑出另外一個page 那你就是依據你的版本 去下載 像你如果是Windows 你就下載Windows 如果今天是Mac你就下載Mac 像我是Mac 所以我已經安裝了這個SD卡的這個 Memory CardFormat 等一下就是用這個來 做SD卡的格式化 好 然後 自己就把它安裝了啦 我這邊就不示範了 好 所以以上都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把 剛剛所講的這一個 SD卡 插到電腦裡面 另外把 如果你要裝無線 WiFi的時候 你也把這個 USB卡 也插到電腦裡面去 我現在就來把這兩個都插到電腦裡面去 現在我已經把SD卡跟隨身碟都插到電腦裡面去了 好 那首先的步驟我們就是來 把 SD卡 找到我所安裝的這個 SD Formatter 在這裡 點進去 然後輸入 我的作業系統的密碼 輸入完畢 它就跑出這個SD卡的這個格式化 好我們只要選快速格式化就好了 好名稱隨便啦 選Boot 好格式化 好一下就好了我們就已經格式化完成了 這邊顯示正常完成 就可以已經格式化完成就可以把它關閉 再打開HR 好剛剛已經 我之前也已經安裝HR 點進去HR 好 這就是HR 好 我們先來選 Image檔 選Image檔 就是我們下載的這個Image檔 2.12的版本 目前是2.12 2.12的版本 打開 打開 然後 好 這是 SD卡 那我示範的這張SD卡 我用的是8G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8G 就是你要選好了 好 當我都確定好Image 確定好SD卡 就可以按Flash 接下來就是大家等待一下 我們現在是 2點38分 看它燒錄完的時間大概是多少 我之間 我這中間我都會卡掉 Flash 輸入密碼 這個是Mac的密碼 有完Mac的你就會知道自己密碼什麼 好現在是2點43分 所以總共燒錄了5分鐘 那我燒錄完之後呢 在Mac系統底下它會跑出一個視窗 說電腦讀不到我放入的磁碟 那我之前一直想說 這個Image檔是不是壞掉了 搞了老半天都一直把它重燒錄啊 做什麼的啊 弄來弄去的 最後才發現原來是 它 官方的系統 它燒錄完了這個格式的版本 Mac是讀不到的 所以事實上我只要按忽略就可以了 事實上我已經燒錄成功了 好接下來我們要設定的就是 無線WiFi 那我這邊有寫 如果你今天 是要直接接有線的網路的話 我們就不用設定 無線WiFi 也不用那個USB隨身碟 那我個人建議 其實大家是直接接有線網路比較好 對於 HashIO的系統 在網路的使用上面 是比較穩定的 那使用WiFi的話 畢竟它速度也是比較慢一點 不過 可能有些人 有些人的環境它不適合用 有線的 所以 我們還是示範一下怎麼用 無線網路的 設定安裝 我剛剛已經把USB隨身碟插到電腦裡面去了 所以一樣 我們要 把我們的 USB隨身碟先格式化 我們來看一下官網它裡面 其實都有介紹 在這裡 就是 我們把USB隨身碟呢 格式化成FAT32的格式 所以在Mac裡面 我們來到磁碟工具 磁碟工具 這邊有一個磁碟工具程式 好 選到我已經插上去的這個 隨身碟 是 Silicon的這一個 這個是SD卡 你看這邊是8G嘛 所以不要選錯 這個 16G的隨身碟 在清除的部分按下去 好 名字呢 官網有講 你必須要命名為 config 而且是大寫 所以 config 大寫 在格式的部分 FAT32在 Mac底下呢 你就選到這一個 最後一個 ms DOS msdoss 這個FAT 他就是 FAT32的格式 好我們按清除 等待一下 等待他格式化完成 好 現在出現完成 按下去 所以他就已經是格式化完成 好 這個就可以關起來了 好回到我的網頁 謝謝 大家看一下我這邊右手邊有一個叫做 Network.zip的這一個檔案 各位朋友就把它下載回去 下載回去之後呢 把它解壓縮 就把裡面的內容 放到 這個 剛剛 剛剛我們已經格式化完成了這一個 config的這個隨身碟 我已經把它解壓 我就把它摳過來 摳過來 就是把這一個檔案解壓縮 整個目錄都摳過來 名稱就是叫Network 好 他點進去會有一個叫做 MyNetwork.txt的文字檔 那就把它點開 點開之後呢 在SSID這邊呢 你就是輸入你自己的SSID 然後 PSK的部分呢 就是輸入你的 WiFi的密碼 好 我們這邊再改一下 改成你的密碼 按儲存 好我已經儲存了 所以我已經把WiFi SSID跟密碼都射入進去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把SD卡跟 水晶碟都把它拔出來 退出 這是我拔下來的USB水晶碟還有SD卡 拔起來 剛才 剛剛的這個 树莓派 把SD卡裝上去 裝上去 然後 這個USB水晶碟 插到 树莓派的 USB 插槽 隨便一個都可以 我們就插 隨便一個 這時候就可以把 數米派的電源 裝上去 開機 這邊說明一下 這個 隨身碟上面的 WiFi啊 帳號跟密碼 你只有在第一次 在設定的時候呢 你需要插著 之後只要連上去之後 你關機再開機 你的USB隨身碟 就可以不用再 插在上面了 我們現在就來開機 開機之後 理論上現在可以連上了 大家就可以 你看這邊第6 大家可以開始上機 就可以點這裡 因為我 我的系統 我現在的網路系統裡面 還有另外一台HASHIO 所以我按這個的話呢 會跑到我另外一台HASHIO 所以我必須要到我的 路由器 去看說 我剛剛所安裝的這一套 我剛剛所安裝的這一台 他也沒有連上網路 那我到我的路由器來看一下 更新一下 所以 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的IP HASHIO已經連上了 我也用PIN一下 來網路上PIN看 PIN 0.215 好 所以他現在已經連上去了 好 沒問題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打開我們的網 網頁 然後連上 剛剛連上網路的這一台 他的IP 他的IP是 192.168.31 0.215 冒號 那 HASHIO他後面的POL是8123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按8123 好 所以看到這個畫面代表說他已經在開始 後台再開始安裝 HASHIO的系統更新 現在這個時間是 2點 52分 那他有講說大概會花到20 20分鐘 所以大家等待一下 等大家 等我的系統更新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他總共花費了多少時間 其實依據每個人的網路的狀況不一樣 那我這邊是 100Mbps的 看看 下載 HASHIO的更新檔回來之後要花多少時間 好 現在已經更新完畢了 現在的時間是 3點 06分 所以剛剛 52分 2點52分到3點06分總共過14分鐘 所以還可以 所以進到這個畫面代表已經是更新完成的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設定自己要的名字 那我叫Chris 要取名一個叫Chris 好 用名稱密碼就自己設 看要設什麼 我直接設一個 好 所以 帳號跟密碼自己創立 創建帳號 創建帳號 好 這時候 首頁部份自己可以取名自己的 家裡的名字 那我們就叫 為家 好 時區大家選一下 像我們是在亞洲區 台灣這邊是台北 那海拔是說我們所在位置是在海拔以上幾公尺 這沒什麼用 一般都設100 然後我們都習慣用 公斤字 公斤字 好下一步 它自動會搜尋說 你在你的區網裡面有哪些設備 它是已經可以直接整合 像我這裡面有 Google mini 所以我可以按下去 然後就可以把Google mini給 設定進去 但是 好 設定進去好了 好 按確定 它就把我的Google mini給整合進去了 等待一下 好 Finish 那你可以把你的 設備看是要分在哪一區 它 預設了就會有客廳啊 廚房啊 臥室啊 我的Google mini是放在臥室 所以我就把它分佈在 臥室裡面 Finish 然後最後按完成 好 那剛剛我們有設立帳號嘛 那你看你還要不要儲存你的帳號密碼 未來你登入的時候就不用再打帳號密碼 好我們把它按儲存 好接下來 我剛剛有講說 Hashio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它就是有App Store 那App Store就是在這個Hashio 我們點這個Hashio進來 然後第3個有Add-on Store 點進去呢 你就會看到它裡面有很多的App 你可以安裝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看哪些是 你可以適合用的 我這邊會優先推薦的就是 大家未來在 編一些 碼的時候呢 一定會用到這個叫 Configurate Configurate 是我一定必裝的 這個我只要安裝Hashio就一定就先裝這個程式 所以我們就按install 好 跑圈圈的代表它已經開始安裝 所以大家再等待一下 好現在就安裝完了 安裝完了我們就做一些簡單的設定 Auto Update 自動更新 然後呢 Show in sidebar sidebar就是說 我點上去 就會在我的這個 操作欄這邊就會出現 Configurate 未來只要點這裡就可以直接進行 編輯 好 給大家看一下沒有什麼需要 好沒有 我們就直接按start 好 好 所以現在就已經可以開始用 Configurate 我們來試試看可不可以 點進去 好已經有了看一下最主要的 操作欄的 檔案 configuration的這個 設定 設定MQTT的自己的帳號跟密碼 好在config這邊 好格式大家不用知道我們就點這個 Mosquito Broker Patch 這裡 過來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這邊有一個cobie 把這個拷貝下來 按下cobie 回來這裡 好把全部的就把它覆蓋掉了 按全選 然後把剛剛拷貝的全部貼上去 好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改我們自己要的帳號跟密碼 我就隨便設一個買 mqtt 密碼也是 mqtt ok 好 save 這樣不行 我們把這裡拷貝好了 這一段 拷貝 然後reset 然後 在這裡回去 儲存 好這樣可以了 剛剛不知道出來哪裡 懶得去debug 所以我剛剛就只是把這一段再拷貝一次 然後恢復到原始狀態 然後在兩個中刮中間把剛剛所拷貝的這一段聽上去 然後這邊就是你自己的帳號跟密碼 然後按下send 所以這樣就設定完成了 設定完成之後我們就來按start 好 好 所以 mqtt已經開始了 所以代表已經安裝 那個mqtt已經安裝好了 那這個時候還有一個步驟要做 來到設定 就是要把它整合進去 整合 然後 選新增 mqtt有沒有 選mqtt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剛剛的那個 打進去 好 127 0.0.0.1 0.1 然後把剛剛的帳號密碼 my mqtt mqtt my mqtt 開啟 搜尋 這個是discovery 自動搜尋 看要不要 打開好了 send mqtt send 這樣就安裝好了 21279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好 mqtt 代表說這樣子 mqtt 已經安裝好了 所以我們就總共已經安裝了兩個 一個是 configurator 另外就是 mqtt 好 以上就是 Home Assistant HashIO 基本的安裝 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後面我會再介紹一系列的有關於HashIO安裝的一些相關的 應用 大家最後可以看一下我現在已經做到什麼程度了 像是我之後還會再介紹攝影機的整合 天氣 還有Fallplan 或者是Device Tracker 這是氣候 他自己會跑出來啦 有些他會自己跑出來 然後我甚至你看我還有整合了蠻多小米的設備 所以 後續我都會慢慢做影片 來介紹給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訂閱加按讚 謝謝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